看見藍一男子心機可疑 便要求他停車受檢 而男子一開始還看思配合 詢問有沒有帶拘留證件的時候 男子是拿出了健保卡 讓警方查證 只是員警越看越不對 男子明顯跟照片上的人 長得不一樣 而且詢問相關資訊 也說得不清不楚 先來看當時的情形 雙方僵持了好久 男子總算說了實話 表示自己其實是10點一工 事發在12號走上10點多 高雄人武區水管路上 一名越南籍的盤信男子 看見警方一臉心虛 騎車還搖搖晃晃 這才引起注意 原來他從108年開始 就被雇主通報為10點一工 逃了4點多期間打零工度日 擔心身份曝光 這才拿出假證件 要企圖混淆 但最終仍被警方依法送辦